四叔股市半年看26000點 昨天四叔出席港大活動 一上台就教你四大聚財原則 第一要努努力力,拼股內勞 第二,事業未成,不要早睡 第三,要有一桶金以錢賺錢 第四,最怕入初學 最怕加初學 藍的就是單單行業 用於累積財富 幸好金融和地產都不錯 同我們上完堂,四叔就說想建些便宜 政府不需要保價計 可以300元,可以100萬 一間都有意義 還說你們每個月供5000元,很容易負擔 供30年就做業主多麼好 都是那一句吧 四叔,你的300呎樓,實用面積多少 股市最近既旺,到頂了沒有? 股市說完再說 下個月可以看恆生指數有26. 年底希望有28.8 四叔還說,一到30萬點 每年會捐10億出來 只不過大市有沒有力再上 由沽空比例不高過一成 恐慌指數繼續低 還有資金流向告訴你 港股破頂後,投資者不畏高 反而是怕不夠過要加嗎? 就算上星期五,港股又回調壓力 但還有81隻股反創一年新高 只有7隻股是一年新低 港股繼續強勢 下站先看23800點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